历史难得一见的台积电 联电一起涨停 指数创下历史新高 那你会问说 这是指数的高点呢 还是新的开始 我们今天节目告诉你 请看今天的盘后解盘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2020年7月27号 星期一的忍者无敌 我是某证券投顾分析师陈坤仁 各位投资朋友 有看到我左边的这个测标吗 你有没有觉得怪怪的 今天明明大涨284点 诶当然一个 你的骨魔力的温度叫冷啊 那我等一下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冷 他没有错 而且拉回手稳策略 这个叫做是最近期的一个操作策略 我等一下给大家来做 详细的说明 那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个 先来看不是一个喔 是好几个 真的是历史性的好几客 来看一下这个电脑萤幕 来 这是今天的历史性的 其中之一吧 台积电不是没有涨停过 所以台积电今天涨停了 而且今天涨停锁 14000多张 想必这个应该是外资的杰作 所以今天台积电上涨了38.5元 所以他就直接贡献了大盘加薰指数大概接近300点的这样的一个点数 所以你看到今天大盘加薰点数啊 其实只有上涨284点 也就表示说呢 那如果扣掉台积电 或许你会看到其他的个股啊 都 跌得还居多的一个部分 不过呢 你看 连联电今天都涨停了 那真的这个叫历史性的一刻 台积电跟联电的涨停 老实说我没有去统计 曾经发生过几次 但是他今天就发生了 然后今天还一档超强的 联发科 今天也上涨了7.85% 所以就今天的 加薰指数来说的话 今天的加薰指数 算是创下了 我直接看K线好了 这张我刚刚抓出来的 这个是大盘的月线图 那上一次在12682的时候是1990年 那接近 就是近30年过去了 总算 大盘 再度 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点 那今天曾经一度到了12686点 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好 现在问题来了 那今天大盘大涨了284点 那请问 为什么当然一个 你的为什么 骨膜力的温度叫做冷啊 我给大家看几个数据 来喔 第一个 今天的上涨加速跟下跌加速 在 大盘加薰指数的部分来说的话 你会看到今天的大盘 只有214加上涨 然后下跌的部分的话是高达 846加 那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贵买指数 更惨 贵买指数今天下跌了 1.06% 然后今天上涨加速的话 只有172加 但是有 高达 733加 都是下跌的状态 哎 那这个 是不是就印证了我们最近这一阵子的一个说法 就是 时间明明就是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头了 那我真的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点一直去喊多喊多再喊多 因为我觉得 一个比较 属于一个数据面或者是说一个客观背景的一个分析啊 才是我应该要来做的事情 那什么样叫做应该要做的事情 我们等一下就继续看下去 那刚开始的时候啊 我觉得还是一样提醒大家 你现在收看的是陈坤仁 我是某证券投顾分析师陈坤仁的YouTube频道 那你在我节目里面的话 你会看到比较偏向于数据分析的 你不会看到我在那边乱枪打鸟 你不会看到我在那边喊涨停说什么行情有多好又多好 我会告诉你现在目前的一个行情的一个操作的方向是什么 我会偏向于分享的 我会偏向于用分析的 还有就是用实战的 甚至我会给你很多很多的工具 告诉你 现在目前的一个行情应该怎么操作 所以请你务必订阅按赞分享加开小铃铛 这是我的YouTube影片 然后另外呢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操作 那你可以 就是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和Telegram 来跟我做一对一的私讯的互动 当然如果你要加入我行列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从 LINE跟Telegram上面来做洽询 那再次说一句话 就是虽然 真的 就是每一位会员 就是每一位投资朋友加入我的会员的时候啊 那个可能持股的档数 持股的标的还蛮多的 不管两档 五档 十档 我还看过一篮子的 那这些我都会帮你做 各股的 每一档的主档的检释 那这个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操作 如果你希望可以有一个 更好的获利的时候啊 你可以考虑跟着我们一起来做操作 那刚刚前面的部分的话 先借我讲一点点的一个 行销的部分 那 回到大盘 我觉得应该要先从上个星期的 美股开始讲起 那为什么要先从上个星期美股开始讲起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 上个星期有三档 很特别的股票 而且这其中的一档 是我们台积电的ADR 那我们直接看一下上星期的美股四大指数 当然都是收小跌的一个状态 可是呢 我在 周末假日的时候啊 看到这个特别的现象的时候 就拿来分享给大家 来 我放大一点 来 这是我在 7月15号 星期六的时候有分享 就是说新人售盘的美股指数 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那Intel 因为最近是美股的超级财报周 那尤其是科技股 Intel公布的第二季财报 然后结果他的 他讲了一句话 叫做他的7nm 的制程 出现瑕疵 而且具体会delay半年到一年 结果股价就暴跌了16% 那结果呢 对手 叫做AMD 大涨 就是一边Intel 下跌了16% 结果AMD 大涨了16% 然后呢 Intel也坦诚说 他如果 他有需要 那已经不是说可能了 他已经 直白的讲说是有需要寻求第三方代工 虽然他没有名讲是谁 但是应该 唯一 就只有台积电而已 南韩三星那个 我觉得那个 根本不是台积电的对手 因为 他的制程太落后 落后太多了 所以 我这边其实有讲了几个结论喔 那几个结论是在星期六的时候 就已经提醒大家了 然后这个结论的话到今天 我相信 已经算是一个 我不敢说叫做印证啦 但是我觉得这个提醒是要必要 给大家的 那几个 结论给大家来 第一个 就是台积电续墙 那如果换算ADR的涨幅来说的话 台积电 今天星期一 会突破400元整数大关 而且 在大盘 占25%全中的当下 他会撑住指数 高档不坠 那前面两个的话 其实不用我多讲 因为大家都看到了 然后呢 再来的话我有讲到说 先进制程供应链 持续看好 还有 AMD 我也提醒大家了 因为 他就是一个 中长线偏多的一个题材 所以不止台积电的供应链 甚至连AMD的供应链 也都可以来做留意 那这几档个股的话 包含翔索 会再度挑战股后 就是 那个 千金的 第1顺位 那另外的话 像是建策啦 华琴啦 技嘉啦 星星啦 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我在 我的每一次分享里面 你如果看到任何的好的股票 你可以拿去操作 那因为我在分享的时候啊 我真的会 很认真地去把这些股票调出来 那但是呢 就所谓的买卖点的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我还是请大家多包含 因为基础法规 我不能带买卖点给你 那买卖点 都是我们的 会员朋友们 所说 应该说是 我们自己必须合法合规来做操作的 那另外的话 指数高档震荡 第5点是重点 但 个股表现 会开始 分期 那务必 趁这个时间点 来太多留强 然后把持股 调整到下半年 趋势成长的 产业和个股 你应该会听我讲很多很多次 下半年 下半年 那原因是因为现在就已经是7月啦 就已经是 就已经是下半年啦 那不要再告诉我说 上半年有多好又多好 可是问题是现在这个时间点 你必须要面对的 叫做是下半年 是否能够持续成长 这个最大的问题 然后另外的话 我也把这个图也都抓出来给大家 就是在 Intel 下跌了 就是放大给他看 来16.24%下跌 然后 AMD的话是上涨16.5% 然后甚至左下角这边来说的话是 台积电上涨9.68% 还有这个是 礼拜五的夜盘的台子期 那这个都是过去式了 所以我们这边就快速带过 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 请你无必无必 来做加入我的Telegram频道的这个部分 还有Line 我现在尽可能就是尽量能在 Line和Telegram 都两边都来做分享 那这个是 我觉得可以帮助到投资朋友 多写一些分析跟多写一些分享 给大家 那 现在问题来了 今天的历史难得一见的 叫做台积电跟联电一起涨停 那应该很多人会想问说 那资金都给他们就好了 可现在目前为止的中小型的个股 你会看到就真的是 比较偏弱的一个状况 那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说的话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做操作呢 我直接提醒大家几个 重要的部分 来第一个 叫做是现在目前的资金 就 确确实实 就在 台积电 的这些 重量级的电子全资股的身上 那 资金在这市场上面就只有一套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 除非你有台积电 否则你可能要多花一点点的耐心 等待这个资金的一个轮动 那假设如果过几天 明天后天 当这个资金从 电子全资股 放出来到 中小型的电子股的时候 那你就会发现 中小型就开始轮涨轮动 就开始 起涨了 而且 你会发现 我提醒大家都是前几天的 中小型的电子股 其实有很明显很明显的回档 那 举例来说好了 真的都是要有图有真相的 前几天我举哪一档例子 有印象吗 这是谁 郁金光 他真的在高档 这个838块这个高档 他这样跌破之后 应该说他直接从 7月22号那天 那天他一除息的时候 就直接跌了8% 寒息跌8% 然后再跌一天 跌5% 然后再跌一天的话跌7% 所以 三天的累积向下来喔 就让 这一档 就是 诶正在 明明就是 下半年应该叫做是趋势成长的郁金光 就 三天就跌掉了20% 可如果你看今天喔 诶 大阳哥 他没有 没有拉回月线手稳啊 他已经跌破月线了啊 然后呢 他没有跌到季线啊 就开始反弹啊 他今天涨了6.19% 所以 其实这个时间点已经有一些股票啊 就是默默的默默的已经有 叫做是拉回手稳之后准备迎接到 他的一个下一波的一个起涨点了 那只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呢 资金都在 台积电啦 然后联发科啦 联电这些身上 所以你会发现 不是 不是所有的股票 都已经手稳 那可是这个时间点的话你可以开始 留意 这些 手稳的 下半年的 趋势成长的相关的个股 那比方说像郁金光 或者比方说我们之前 代会员操作过的 原向 那今天也开始反弹了3.48% 这个就有向了 有没有看到他跌破了月线之后 今天又站上了月线 那看起来 有人在问我说 那个 有一句话叫做是 三天不破低点这个算不算是拉回手稳 我告诉大家可以参考 我这个是一个值得去做参考的一个 一个 所谓的拉回手稳的关键 当然均线OK 形态也OK 然后拉回手稳三天不破这个也都OK 那这几个就是 因为 并没有所谓的一种工具或者一种武器或者一种的策略就可以放出四海阶准的这件事情 所以你必须要留意到他的一些 你可以用一些 比较细微的一些角度来做观察 这当然需要一些经验的累积 不过这些都是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拉回手稳三天不破 也是很OK的一个拉回手稳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策略 所以你看像这个原像有没有也是 他也是 跌到月线之后就收稳了 那 他也是从242块 这就跌到现在只有200块左右的这样的位置 所以 在这样的一个类鼓轮动的状况之后啊 你会发现如果假设台积电休息了 那资金空出来了 然后就发现到 就有一些 下半年有机会的股票就开始又开始在活跳跳的跳起来了 所以这个是有机会值得去做留意的一些相关的关键 那另外呢 我们刚刚前面说的像是 AMD的 AMD的相关的这个供应链 也会是走长多 所以如果你有在看 AMD的相关的供应链来说的话 像星星 有没有发现 他已经 领先 跌到月线之后啊 反弹下开始向上了 那今天他上涨3.29% 然后其实像是 一些个股都还蛮有机会的 建策 月线附近 有机会手稳 这些个股一样再次强调不是叫你在这个时间点去做买进 或者如果真的看好的话可能要请多包含 就请你帮我 就请你自己斟酌 所谓的 自己的买点 那这个 滑琴 没有跌到月线就开始反弹了 那这些相关的个股的话留给大家 那 再来的话 我们来讲一下 简单讲一下台积电供应链好了 那为什么要讲一下台积电供应链的原因 当然是因为 星期五的 星期六的时候吧 那我也分享了这份 档案给大家 那这份档案的话 你会发现说 大昂哥人家乱枪打鸟 我没有在做这种意思 我只是在告诉你 现在目前的台积电 有人叫做叫大联盟 那我说的叫做是台积电供应链 那我不是说台积电 概念股 我叫做是供应链 是他真的是有 有营收跟 台积电相关的这些相关的标的 有来 这些相关的个股 给大家看一下 旺锡 金测 然后我告诉你说 他收盘价是多少 然后 军量是多少 那目前本益笔 这个是 政交所所提供的 那目前所属的产业是什么 那他这边后面还帮你放了一个 认识这些相关个股 的主要业务 那这个 在我心目中 他就是让你去了解这些个股 认识这些个股而已 我没有在推荐个股的意思 那如果真的是 推荐个股 或者分享个股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我会告诉你 所以这些相关的 好用的资讯 我也都是放在我的 那个Telegram 还有 LINE的官方账号上面去 那只要你上去 都可以看到这些 那我这边就不用再另外 再分享给大家 你只要上去我的Telegram Telegram就有这些相关的标的 你看喔 这边有一个第一档叫旺系 那旺系我顺便也讲一下 因为 这个 这一季我有参加 金日报台股的一台 我老实说 我现在目前的 名次叫做是 带努力 带加油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他那个 竞赛的规定 叫做是礼拜五买进之后 到下礼拜五 才能把他 那个结算成绩 因为我在操作的时候 我不会用礼拜五当一个周期 因为我的操作的时候 我一定会说 如果是 获利中的话就续报嘛 可是如果真的 不如预期的时候 我会毫不犹豫的把他砍掉 我会把他停损掉 我不会让他那种 耗什么 耗一个礼拜都不去做 调整跟处理的 好来 题外话 这个星期的话我挑的 有几档个股 挑了五档的个股 那这个我就直接分享给大家 但是当然 就是 像樊轩啦 像万润啦 或想像旺系 那旺系刚刚有分享过了 然后另外的话是旗红跟双红 那这几档个股 都是 这个星期我认为是 很有机会会涨的个股 那其中你会看到 其实有三档 就前三档 樊轩 万润跟旺系 都是台积电 扎扎实实的供应链 那 这三档股票的话 我们也简单看一下他们的 今天的一个表现 6196 樊轩今天就涨停了 那不过呢 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叫做是 借我开一下股魔力来 股魔力的部分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很久没有讲股魔力了 那 我要很务实的讲一件事情 叫做是如果你现在 看到股魔力的状态来说的话 股市温度 它就真的叫做冷 而且我不会回避 它发生这个冷的现象 而且我还会提醒你 叫做是这个冷啊 就是表示说 你看这个就算真的是创新高的行情 可是明明的个股的状态 它就是在那边属于一个 拉回的一个状态 所以为什么我要把 现在目前的行情 叫做是拉回首稳承接 其实我就很尊重现在目前的一个 市场上面的现况 所以你如果 如果你硬要去做 太过度积极的追加来说的话 你可能会有一些 去追在相对高点的一个状况 那拉回首稳承接 你可能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来做 等待 但是 等待我相信是 非常非常有机会的 所以继续看下去喔 来 给你看一下 那 樊轩 那樊轩的 基斯多的买点 他是在103块的时候 就有买点发生 而且他今天的时候啊 已经出现了125块的一个卖讯 就是霍利雅杰的卖讯 樊轩尾就是从我们的 古摩利 前面跳出来的 可我不知道他今天就要涨停 然后今天就发生卖讯 所以 可能在 追高的这个过程中啊 可能提醒大家稍微 所以小心一点点 那 拉回首稳承接 拉回首稳承接 这个是 提醒给大家的部分 然后呢 像万润 就今天也涨停 我们这个是礼拜五就直接要交给经济日报的 那 这个是礼拜六才发生 台积电 大涨的 这样一个现象 台积电大涨 Intel大跌 这样一个现象 所以这个万润的部分来说的话也是 今天就涨停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这些相关个股 请你就是稍微 等他拉回一下下再来做 再来做成绩会比较适合一些些 然后今天的 旺系的话 今天就有比较拉回了 所以我给你看一下他的K线 来 他看起来就有高档在做一个拉回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个我觉得可以稍微在等待一下下 他的一个 就是 拉回首稳的这样一个买点的一个现象发生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星期的 金日报的选股的几档个股分享给大家 那 另外的话我觉得另外两档我也觉得稍微提一下 因为毕竟都已经分享出 就已经分享出来了 所以我必须要 那个跟大家说明一下现在的目前状况 来这个是旗红 我再等拉回买点 那另外的话呢 3324的双红 我也在等待拉回买点 那 我顺便讲一下双红的一个状况 那双红状况的话其实还蛮特别的 因为他跟前一次 我在看 立基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状况 因为他前一阵涨太多了 所以他被 主管机关 要求他公布他的一个 营收获利 所以他的6月份 他已经公布出来了 6月份的存益 字节 美股赚1.4 而且喔 你去看细看一些相关的 他的一些数字来说的话 来 这里有 叫做是 5 6月 的营收19.53亿 然后结果呢 他的 每股存益的话到2.88元 所以 如果5 6月就赚2.88的话 也就表示整个Q2啊 大概可以赚到差不多接近4块钱左右 这4块钱多 我甚至把几个东西开出来给你看一下 来这个是双红的 财务比率 然后你如果看他过去的历史来说的话 如果从去年2019年的第2季来说的话 他大概赚2.75 他到了Q3的旺季的时候才赚4.11 所以假设如果他在 今年2020年的Q2就可以赚4块的时候 那到Q3的电子旺季 就是他下半年的 旺季的时候 他应该就会 更加的一个成长 那 只有他成长吗 那我顺便再补充一个叫做是 他的对手叫做 就是操纵 操纵的话 你看喔 他这里叫做是 过去 的每一季 从来没有什么赚3块赚4块的一个案例 可是这样子 这样看起来 如果我们来看 他们两家的公司股价 6230的 操纵 今天收 254 那 双红的话 今天收212 你会发现怪怪的 为什么 赚的比较多的双红 他的股价竟然会 低于 6230的操纵 一段差距 所以 我为什么要挑这些相关的股票 我这边就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我选股的一些逻辑跟原则 就是除了基本面之外 都 多看技术面 然后在这些相关的配合之后 看一下产业的一个状况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哪些股票是 偏贵 然后哪些股票是有机会的 这个是 额外的分享给大家 然后另外再 简单的再讲一个操作策略 就是法人会做的 但是我不晓得一般的投资人能不能做得到 或者是说好不好做 就是反而有所谓的一种叫做配对交易 那什么样叫配对交易呢 他会买进 低价的股票 然后去放空高价的股票 那比如说呢 操纵跟双红 我们就可以 放空 操纵 然后买进 双红 你这样的话就可以 避开 买进双红的时候 可能会有 就是 你单边买进 你可能会有行情的影响的一个状况 可以如果一边买一边卖的话 你就会有多空双座 你就可以避掉那个行情的风险 当然前提叫做是 那个操纵要跌 然后双红要涨 所以这个是简单的 在额外的 再跟大家来做一个 那个法人会做的 所谓的 配的交易 的这样子一个 简单的策略 那这个是 分享给大家 好那时间差不多了 我想今天的 行情跟 看法就大概到这边 那你今天会说 当然跟你今天讲的太多股票了吧 那不过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跟大家聊一下 目前的一个市场上面的现况 就是 指数 撑在那边 那个股的话 务必等一下 等拉回首稳 再来做承接 然后买什么 那 那欢迎大家加入我行列 当然再提醒一下这个 上星期有讲的身价第二 我真的是邀请你一起来跟着我一起进场 然后 节目到最后 那我相信 行情依然是 还有机会 再持续向上 然后 只要资金轮动到 中小型个股的时候 我相信 就会有 还不错的爆发力的一个 相关的绩效都出来 所以请你务必务必来加入我的LINE 跟Telegram 还有就是 YouTube频道 那 这边 我是陈宽人分析师 也是一样 预祝 各位投资朋友 霍利巴巴巴 欢迎大家加入我的行列 谢谢大家 谢谢 摩尔证券头部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